中秋大家怎么过的 吃月饼 你会发现很多几日都是在吃 但是现在 光吃好像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因为平时也吃得到 甚至天南海北的 想吃就能吃 那 说吃月饼 干嘛要这一天 我们起码知道它的文化意义 就像我们穿衣服 你除了好看 除了舒服之外 你最起码作为人 它是一个遮羞被体用的 你连它是干嘛用的都不知道 那你这个活的就 好像动物了 没有人文的色彩 这个月饼最早 说流传到民间 已经是在明朝 刘伯温 朱元璋奇异 那个时候 献了一记 那就是 因为查得很严嘛 就放在这个饼子里面 纸条 说今晚 什么什么 咱们就 开始 就是这样流传到百姓 后来 就是 工程之后 大家 就是拿这个 作为一个 非常重要的祭奠 大家 看到这个就会想到很多 老百姓 每个人 后面都迟到了 那在早些呢 可能 宋朝 唐朝 也已经 有了 那时候都 唐诗 宋词都在做嘛 而更早 其实在 商朝的时候 那个文太史 我们奉神榜知道 那个时候 也是祭奠他的 不要认为他一定就是坏的 都有两面性 那个叫太史饼 那个是最早 就像 里面有馅 那就像 后来只不过把这个月饼 就弄得更圆一点 所以呢 再看 除了池之外 那就是赏月 现在我们来赏月亮 在哪儿 不知道 高楼大厦 挡得看不到 好容易走到一片空地 雾霾 那怎么办呢 人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那除了这个呢 那我们还可以 关朝 直到八月十五日 朝夕 每分十五 还有放花灯 放孔明灯 现在也不让放了 猜灯迷 也不会猜了 一点文化素养都没有 没有趣味 饮这个桂花酒 也不知道 到哪儿去了 很多很多 包括少数民族 那很多都是 真的很有趣味 很有人情味 独物思人 思念古生先贤 缅怀这种精神 真的有的说 然后 说这个十五 这一天 叫中秋 也叫中秋 梦中祭 就是在中间的这个月 所以这个时候过节 而更早呢 我们现在科学知道 秋风那一天是地球 被太阳光照 平凤日夜均等的一天 那古代就知道 二十四节气这个秋风刚好是春风中间 我们人体味道的是中间 所以说在这一天才在过节 那怎么后来变了呢 一个是这个日子不是那么太好记 二一个 就是我们都说了 每逢过节都是 过阴历的 因为抬头看月亮 一看就知道 秋风那天月亮不圆了 好像缺了点味道 然后刚好在这个月 就是也是在秋天 在中秋 那就顶到这一天了 月亮圆的时候 人心潮澎湃 这个时候